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舒适 我是Simon 今天和大家说说连政府都默认的鬼故 我相信美利楼、美利大厦、美利都停车场 这三个名字 在老一辈的人来说 其实都很有印象 但我曾经问过 我一些这一辈或新一辈的朋友 有些人会回答我 不是同一个地方吗 而究竟当年骂鬼的地方是哪里 为何连坊间的报章、刊物都会搞错呢 首先说了美利这两个字怎么来 美利其实是一名英国军人和政治家美利爵士 Sir George Murray的名字命名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现在还存在的美利楼 美利楼现在已经成为赤柱的著名地标 也有很多游客慕名以来影响打卡的景点 但其实美利楼原址就在现在中环中人大厦的位置 1843年早期殖民地政府为了早期在香港驻守的英兵而建设而成 去到1846年才建好 先后曾经作为军官宿舍、军官俱乐部和政府办事处 美利楼在当时一直都是维多利兵房的一部分 视为高级军官的办事处 在二战期间 日军攻陷在香港之后 将美利楼用作为日军宪兵部办事处和军事统税部 当时里面有监狱和刑场 因此有很多人都说 这里曾经成为过日军基楼和处决囚犯的地方 香港重光之后 英军曾经做过统计 至少有4000多人在美利楼中死亡 但这个数字还未计算 因为战败而致敬的日军 二战之后 英军也是将美利楼用作军事用途 直到1962年才收回这个用地 给港英政府管理 有指港英政府起初打算把美利楼拆掉 收回土地用作其他用途 不过有传闻说过 清拆工程开工的时候 有工人无故跌到地上弄傷 因此而令政府改变初冲 决定收取美利楼后 用作猜想物业股价署的总部 但我们认为其实当时60年代 正值香港最多事情发生 以及要面对的年代 包括了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风潮 六七暴动 1968年香港出现了香港流感 香港屋与建设委员会 开始推出了廉造屋 这一类型的活动 或者一类型的事项出现 同时香港又出现不同的天然灾害 例如在1963年至1967年的旱灾 导致每四天出现4小时供应淡水 加上有很多个台风乘港 好像玛丽和温黛 造成超过了170人死亡 7万多人无家可归 再加上遇上了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 明登银号出现擠堤而破产等等 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港英政府处理 所以我们相信当年的港英政府 实在是没有心力 同时去处理美利流的问题 所以就会出现了 五测车就将它交给 差响物业股价处处处理了 时间去到1978年 因为当时中环美利流 已经属于早期的殖民地建筑 当年被古物资讯委员会 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画 后来因为美利流的结构出现问题 加上原来地址位于串金尺土的中环 政府极度渴求这个地点 作为他们的建筑土地 所以政府终于宣布了将它拆掉 并且进行卖地 后来遭受到不同反对的声音 于是政府决定将中环美利流 拆成3000多个部分 一个一个写回不同的编号 方便以后重申找个地点再建 后来原子由中国银行 用一亿买入了 而美利流那些不同的建筑物 或者建筑板块 就一直存放在大潭水塘附近的 政府仓库里面 超过了15年 直到1988年 房屋处在决定重建赤柱马坑村的时候 一拼就将美利流都重建了 最后在2000年 赤柱美利流重建完成 那说完美利流的历史之后 上面说过了 清拆的时候 有工人无端端抖起脚 但其实对比起之前发生的灵异事件 都是小事而已 美利流的灵异事件 最早可以追索到1960年代 当时翻身工程期间 很多工人都看到美利流中 经常都鬼影重重 更加指每当雨天或入夜之后 近花园道口西边的地方 就会出现一些鬼声音 1963年猜在物业股价处 正式入住美利流之后 就开始发生了不同的灵异事件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1963年5月4日 《工商日报》的报导 信不信由你 玛丽兵房旧屋全有鬼魂出现 烟尔遮着佛力超渡望运 这三层古旧的建筑物 以前是玛丽兵房的高级办事书 去年港府收回 并且将这座建筑物修理 改为差响物业股价处 最近修理完成 该处各部门已经开始迁入去工作 全部男女职员有二百多人 但搬入办公室之后 马上发现有鬼魂出现 经常都鬼影重重 在接近花园道西边的地下 鬼声抽抽 又以天音为入黑更加严重 见鬼者还会无端端休息 住在旧楼西边地下的工人 将鬼魂出现的场景 在上级布固座之后 猜向物业股价处高级人员 就向华文政务司处和香港佛教联合会 共同研究 准备打架 向鬼魂超导 由刚才那段新闻就看得出 当时见到的目击者其实也不少 而这段新闻报导出现后 当时船只成为热话 而当晚工商晚报也立即作出了跟进的报导 还说惊动了华文政务司处 而且更加详细地将这件事说多一次 马里兵房旧屋 即现在差响物业股价处 近日传出有鬼魂出现 说到言之作作 而且惊动了华文政务司 差响物业股价处在上个月下旬 才刚刚搬进去马里兵房旧屋 但是员工们在搬进了之后 就纷纷出现闹鬼的情况 这座旧屋原来是陆军军部的食堂 据老香港人所说的 在日军占港的时期 那里曾经做过日军的办事处 现在发现有鬼魂的地方 正正就是那个很可怕的拘留所 很多人都被人困惹困惹困惹 困到在里面死了 而当时在兵房里面也有人被斩杀 最奇怪的是在晒图房 更加出现了很奇怪的痕迹 原来股价处里面有很多图质 都是要晒的 天天都有人员在里面工作 有好几次在晒图的时候 无端端晒出来的时候又整化了 或者更加无端端加了计划横纹 起初以为在机械上有问题 谁知之后专家研究之后 发现认为与机械完全无关 这些横纹不知道在哪里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来 也有过晒图房的人员说过 是无端端自己成手都是默 好了根据上述的内容 其实都可以看到了 晒图房其实是出现了灵异事件的 而导致事件发生 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一致时期 出现了惨死的冤魂 这件事更加严重到 港府叫做承认了有灵体的存在 我们看回《工商晚报》第二天的报导 建在1845年的花园渡口美丽兵房舊子 即是现在的差响物业古界处 白咒骂鬼 昨天本报和日报经过详细发表之后 港府新闻处昨天就承认了 就说这件事由华文政务司处 差响物业古界处 和佛教中人共同研究 进行徹谈诵经 用来超渡鬼魂 而在这一大堆报导出街之后 除了官方人士和佛联会之外 更加有义务法师去帮忙 根据《工商日报》5月11日的报导 《庆云佛堂》的法治师傅就说了 昨晚他曾经一到两次目睹鬼魂 在差响物业古架柱出现 他描述鬼影的形状 不是约与本报星期三 所报导的内容一无一样 都是剪红帽装 穿着黑衣服 身材中等的男人 而当中 关日军事的传闻 就是由以下下面这段文字看到了 同一篇报导写着 法治师傅又说 当日目睹鬼魂的时候 曾经听闻过 有马匹走动的提升 他说出来之后 在旁边有三几个年纪较大的 男人就说了 这座玛利兵房 以前曾经有日军驻守 都养了不少马 法治师傅就说不怪得知 法治师傅接着就念慈爱经 他说希望能够独自和鬼魂相会 引导他说出他所有痛苦的事 然后帮他做超渡 希望他不要再作恶 侵袭其他人 令他向善、收善、行善 由《工商日报》 连续几天追访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当时美尼楼真的在坊间出现过 有灵异的事件 美尼楼在1963年那次之后 就好像少了一些闹鬼的传闻了 但原来美尼楼迁到赤柱重建之后 又有说法 是将冤魂带了去新的地方 究竟故事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回2005年太阳报的报导 其实跟现在的时间很近 现在美尼楼的原子 已经改建为中国银行 而美尼楼也搬去赤柱重建 因为新美尼楼是利用原美尼楼的部分 造建组成而成的 所以有说过 这个做法将冤魂都带到新的地方 有人说深夜不时 就会看到一大群黑影 在楼顶跳下来 也有曾经做过这一大食店的职员 每晚收报的时候 都听到有人说 我订了桌子 四位麻烦 但是一转头 就不见了人影了 除了报纸之外 坊间也有人说美尼楼店铺 关闭之后曾经见到 女性高跟鞋的鞋声 听完上述新旧美尼楼的说法之后 究竟美尼楼有没有鬼呢? 而现在的美尼楼又有没有鬼呢?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很肯定的是 当时骂鬼的是猜想物业股价处 而不是坊间所说的运输处总部 而运输处总部 骂鬼的地方又是哪里呢? 说完美尼楼就到美尼渡停车场了 当时运输处的准报 就是在美尼渡停车场里面 相传70年代初 不少公务员曾指出 在美尼渡停车场的建筑物里面 看到毛头鬼 而办事处里面有迹言说过 办事处不时会听到一些很奇怪的打字机 停停停车场的声音 有些人发现所有打字机 一夜之间 全部被人由贵筒搬到地上 但大家要记得 当年的打字机 是一台很重很重的机器 是很难一个人搬起的 竟然可以一夜之间 所有打字机都被人搬到地上 在物理的角度上 不是三两个人可以做到的事 而到现在这一刻 都没有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解释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的呢 除此之外 更加有运输处的职员 在走廊上撞到毛头鬼 他们见到之后 就跟上司反映 但是上司一直都贯信般疑 直到后来有一名高级的外籍官员 在同一个地方遇到同一个情况 都是见到毛头鬼 于是当时就安排了超渡意识去处理了 上述两个故事 就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的灵异事件 发生的地点 当然就是美利楼和美利道停车场 至于美利大厦有没有鬼 我们翻查过昔日所有的报章和报导 都未发现美利大厦有发现过任何闹鬼事件 我们重申 并不是盗人迷信 而是说回当年发生过的事 美利楼或者美利道停车场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传闻 但是其实究竟是穿着迫会 还是狂有歧视呢 这些就要靠各位观众自己去分析了 今集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有趣的话 就记得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下集再见 讲下其他不同的话题 拜拜